十二年国教新克冈 还在炒该放进什么教材时 台南这间小学 已经把舍身取的故事 不但是编成了歌 还演了话剧 这是一间奇特的 飞虎将军庙 供奉的是七十年前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一名日本神风赶死队员 山浦冒风 它驾驶了战斗机 在台湾上空被美军击落 虽然受了重伤 但还是死命地拉抬了飞机 最后坠入了余温 救了全村的人 一群学生排排站在庙前 大唱英文歌曲 但怎么有的戴斗笠 有的维维机 还有人穿起连帽装 上头还有个挖镜 这到底在玩什么游戏 我的名字是 准备的乙游戏 还有日本人 准备的乙游戏 他们都很棒 我们的小朋友有小色有大道工 也有我们的山谷中卫 也有一般的名副跟农夫渔人 原来他们都是台南安庆国小的学生 为了庆祝飞虎将军生日 特地表演英文话剧 更特别的还有这一群 不只高喊万岁还唱日本军歌 究竟这位飞虎将军是何方神圣 让这一群日本游客 附习大老远跑来助手呢 什么 原来飞虎将军是位日本人 神龛上的神像 穿的也是日本居服 那为何日本人 会在台湾被当成神明呢 新元1944年 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 连续惨败的日本政府 为了挽回局势 如这一支自杀式空心部队 神风特攻队 飞虎里的成员大都是 十六七岁至二十来岁的青少年 还包括台湾青少年 任务就是开飞机去撞美军军舰 飞虎将军山浦茂峰 也是其中的一员 当时他奉命驾驶战斗机 出发迎战 在台南海尾地区上空 与美军散开机战 美国的飞机 和日本的飞机 在这些小战 在十七岁的时候 因为我才去战斗机 在这儿破爬队 队队队队队 队队队队队队 队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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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 山浦茂峰所驾驶的战斗机 不幸交火过程中 惨遭美军炮击重创 飞机尾翼起火燃烧 机体失去动力往下坠落 正当山浦准备跳伞逃生 却发现飞机正往 海尾村聚落的方向坠去 那结果因为这个 日本的这个飞行员 尽量拉抬他的飞机 过去的古波都说 是茶厨 茶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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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茶厨厨 是看飞机要在 古波都在所在了 要在了 结果飞机会感觉 飞机粘满 不太有在了 因为看了在了 有很多人 所以说粘满 粘满 在转完 转完在这儿灾了 为了不让飞机 坠毁在美英宅 殃及台湾五股百姓 已经重伤的山浦茂峰 尽力拉开飞机 带领人口稠密的村落 最后跟飞机一起 坠落余温中 击毁人亡 只是到底什么原因 盖了这座飞虎将军庙呢 在盖面都看了 有一个穿白鞋 一个白鞋 在温暖的地方 在温暖的地方 看那些看的 结果都没有 就联系来一段时间 差不多十五年时间 一直在联与的时间 包括就是 像东西派 在整年在附近的人 大家那些人都做一个梦 是同样的梦 什么梦 就是梦说 就是一个穿白鞋 他在睡在他的门床边 那里有在当地 居民一传十十传百 人心不安 村长为了安抚民心 也想要了解 到底是什么原因 和村民来到 保生大地庙前寝室 却得到意外的答案 我先大家说到 富佑将军 他在这里 在这里做龙就对了 他的灵魂不照 要沾这里的时候 有个这么乡名 我们村民的 村民的人 比较大的东西少前 他知道了 那个事情